今次的時間,我們轉換一個話題 可能是稍稍政治的話題 因為今天這個嘉賓,我想跟他聊天,已經談了很久 在現在社會氣氛這麼政治化的情況下 其實任何蛛絲馬跡,令人覺得會不會關乎團體或人本身的路線改變 很難免有很多關注或猜測 尤其當這個組織是蘇可 或是這個人物是何喜華的時候 今天我們的直播室有蘇可的何喜華 首先歡迎你上來,我知道你有一點不舒服 兩位好,近期有點不舒服 天氣多,首先很感謝大家給我一個機會說 但之前我也想抱歉,你的同事有時找我都不是很容易 有些街坊問,何先生你是不是最近都好像低調了 其實我近來,近這幾年 其實我差不多有每一個月,差不多有四分一的時間 我要花在國內的工作項目 那裏是做一些工商工人維權的工作 那裏每一年,我們幫一些外國的基金 去督徒裡面的工作 每一年差不多用100萬人民幣 我在不同的地方,特別在廣東省 重點一些工人的多聚集的地方 中山,東貫,佛山等等 經常都要走來走去 可能是工廠工人的維權 沒錯,因為受傷,廣東省單月廣東省 每一年工商的數字是很驚人的 每一年斷手、斷支的 是達到四萬多件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 但是他們獲不到什麼合理的賠償等等 所以我要花了一些時間在這邊做 但我聽到你說會不會有很多阻撓呢? 因為剛才你說資金都是外國的基金 是的,這當然是很敏感的 所以我一直都不太想說 不過有時街坊和市民大眾 我覺得亦都是好的 讓大家知道,有這方面 我曾經試過最惡劣的情況 我試過酒店都捉不到你住 酒店那裡一直都說 這房間訂了,會議室又沒有 房間都沒有,經常都爆牌 我說為什麼? 後來酒店他們跟我說 有些職員說,學生後都很欣賞你的工作 我怎麼知道我們做什麼呢? 他很坦白說,我們接到公安那邊的職會 就說不准租給你們 不准租給你們的時候 他就說,我覺得很奇怪 究竟這個人搞什麼呢? 於是上網就看看我們的工作 原來你們做這樣的工作 我們在國內就很少很難的 但他上網會不會看到香港很多傳媒形容 不是呀,何喜華是向來的糧粉 應該會比較方便 我想這個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這樣方便 還是糧粉這個理解錯了? 第一,我想糧粉 那時候唐先生和梁先生 其實他們兩個我都是好朋友 兩個我都認識了二十多年 我和唐英年 我的感覺還更好很多 因為你知道 梁先生他本身的人 本身是很酷的 不會跟你有什麼 什麼都是談談公事的東西 數字、政策等 很少說你有什麼過癮 唐先生是比較什麼 實際上在相對給他們兩個看 我看過政綱的時候 實際上梁振英他的政綱 是相對比唐英年好 實際上我和唐先生也共事過一些的時間 在舊的扶貧委員會裡面 還有日後我們做過的關係基金 還有在不同的政府場合裡面 大家都談過 我自己對於過去七年 在責任權領導的政府底下 我自己是極度失望 極度失望 我在扶貧委員會裡面 一些很簡單很卑微的要求 當時唐英年都拒絕了 當時我們要求 譬如說我們要求把老人的中援金 那個入息限額 由3萬輕微調到5萬 連一個這麼卑微的要求 他都拒絕了 我們也曾經要求過 把老人家的醫療費用的補貼 在醫管局裡面 因為老人家的醫療開支是最大的 是不是可以減半呢 其實這件事我們計算過 政府只要花多幾億 同樣一樣拒絕 那是不是因為你對於曾蔭權政府的失望 所以年代可能對於唐英年的信任也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他做政務司司長 當然你說曾蔭權最主要就是他把持政策 大概那七年來 導致現在那個施政這麼大 這麼多的問題遺漏了下來 這麼多貧窮的問題未能夠處理 這麼大量的人住在一些環境這麼惡劣的 農屋、劏房 越來越多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他是負有一定的責任 你說唐英年 唐英年應該是負有一定的責任在那裏 實際上他也都在政府裡面已經這麼久了 你不是說競選的時候 你才再說我重新做特首 我會完全推翻這些東西 實際上你已經做過 在七年政府司司長在職位那裏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自己到現在 我都是覺得當時他們的政綱 尤其是CY的政綱 是真的能夠去指出 能夠去解決到香港那個 比較遺漏深層次的問題 那我對於這一點 我有一個很大的期望在那裏 何喜華 即使現在 我也仍然希望 真的對新的政府 有一定的期望去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何喜華昨天唐英年剛剛出來 你這樣跟他說 一會兒別人就說你是涼粉 即是這個時候幫梁珍說話 如果你這樣說 我就沒有說話可說 我們是一個機構 我們是一個組織 我不是說我們喜歡一個人 我就盲目地追從他們 我始終都是作為一個壓力團體 作為一個社福界的團體 我是看看你有什麼政綱 有什麼理念 你的政綱如何落實 你的政策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特別是 梁珍說過 以往政府的施政理念 小政府大市場 這件事已經不合時 不能夠處理香港的問題 要改變這些事情 我覺得大家能夠理性地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我是看回這些政綱 實際上他當時落區 你看看當時他獲得到的民望等等 都是高的 亦都是獲得到市民的支持 我想這個是第一個 我對兩個人的政綱 想法的一個看法 第二件事就是說 在選舉期間 我們組織有沒有偏幫到梁振英 實際上是沒有 因為我很重視 我覺得一個選舉很重要 選舉一定要有一個公平的選舉 一個fair play 當然這個始終都是小圈子的選舉 但是所謂fair play的時候 我不是單是幫某一個人去站台 去造勢等等 我們兩邊每一個計劃每一個行動 我們都是兩邊同時邀請 是同時安排的 比如說我們邀請 我想講講講一個時序 當梁振英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的時候 他開始說他想下區 那時候也有些聲音說他可能都會想出來 唐英年也說想出來 他說想下區的時候 我已經即時同意了 是不是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翻查過資料 你說那裡邀請他來 他在10月10月邀約過梁振英 參加深水埗的一個龍屋體驗 大概是那些時間 我們邀請他 但同時間我邀請了唐英年 唐英年作為政務司司長 我是同時間邀請他 但那時候他又來 但他堅決不找記者來 所以那一次是他自己來了 何喜華我想這樣 因為其實大家都明白 就是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裏 每一個人都可以支持某一些政治的取態 但是唯一就是 現在大家在揣測或者想的事情 就是會不會因為兩個比較之下 你對梁振英有一個相對覺得他好一點的期望 或者因為你認為他可以改善到基層的利益 所以就會在民生以外的其他議題 例如政治議題 你都會遮了眼睛 當看不到呢? 現在大家唯一猜猜是這個 我想對於民主人權法治 我們的看法一如過往 我們絕對不會閉上眼睛去看 當然我也不會盲目相信任何政府任何政權 我不覺得任何人權的改善 我們是要依賴一個人 依賴一個政府 這個絕對不會的 因為我說過很多次 我對香港的人權法治有一個信心 就是我對香港的社會有信心 這個很重要 你要看回我們 一定要永遠在任何社會裏面 都是用民間的抗爭 民間的力量 只要民間的力量足以壯大 我覺得就是足以制衡到的政府 我們要有一個開放言論的自由空間 有一個媒體去監察政府 有一個獨立的媒體去監察政府 這些是重要的 如果有影響到體制上高的事情 我們就是最關心 當然另一個就是司法上高的事情 但是一個領導層 跟他們本身一些政治承訊的問題 是否重要 當然重要 我覺得這個重要 怎會不重要 但我覺得 例如說涉及到一些潛建的問題 我覺得可以有一個 看回在制度 在法律上來處理的事情 我相信我也對公務員的信任 例如說屋宇處於處理這些事件當中 他都一定要去交代清楚 究竟調查完 梁振英那個情況之後是怎樣 如果有違法違規的地方 就按照法律的程序來處理 但我猜誠訊的問題 又是回到當時特首論壇那一句 梁振英原來心裏有潛建 但口就指責別人有潛建 這件事就覺得是誠訊和不道德 現在看回你又覺得是嗎 我覺得他處理的潛建 還有他當時提出 這是有問題的 但我覺得同樣一樣 我覺得在體制上 如果特首有任何續職行為 或者失實等等 在制度上是否可以怎樣做呢 譬如說現在是否進行彈劾程序 要有獨立的委員會去處理 去調查等等 你知不知道支持議員去做彈劾 我支持他們進行的程序 我完全同意 但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 其他所有不同的形勢或團體 他們有自己的取態 但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 看他潛建 潛建成訊的問題 第一我覺得他處理這個 我跟大多數香港人一樣 我自己感覺很失望 對他失望 對於他處理整個事件的手法 守法失望 覺得他不夠公開 當然不只是處理的手法 他自己的解釋 他能夠公開多少資料 有沒有隱瞞到資料 我覺得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這一刻形容 你和梁正英的關係 你會怎樣形容 因為傳媒現在還是這樣寫 向來都是涼粉的何喜華 現在你自己怎樣形容 我想再三強調 不只是我自己去參與這些工作 我是代表我們的機構 我們對於他的政綱 我只是說過很多處理房屋扶貧等 各方面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他的政綱 是可以打破過去七年來 是一個令我們感覺很失望的困局 這一點我們是支持的 但我們不是支持一個人 當他涼粉或者什麼 喜歡一個人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還有我只是說過 我們這個也沒有影響到我們 如果你的報紙一定要這樣形容 我就沒得好說 我只是說說所有我們都… 你現在公開說了 阿海說不是良分 那就叫人不要這麼寫 其實我在不同的場合 都跟這些記者朋友都說過 不過他們關上就這樣理解 我沒有辦法 因為連文匯報都是這樣說 我理解那個… 我支持政府的政綱施政的理念等等 就不是支持他這個… 他什麼人 是他什麼 我想這一點大家一定要分清 實際上 我再想說回那個選舉期間 我們有另外一次 譬如說 他下區一樣 我們兩邊一起請的 唐英年都來過 我們下區見過街坊等等 但是你電視 很多時候你播片段的時候 他播梁振英的時候 就播我和梁振英一起 但是如果他播放唐英年的時候 他就沒有播放我和梁振英一起 還有我另外一些 後來他們有一次… 這個就是比較公開的… 所以你不是梁粉 我絕對不會和他站台 因為他始終都是一個… 我們覺得我們要監察他一個政權 他是一個當政者 當時他是一個參選者 我們對兩邊都只是看他們的政權 其實是不是從來都沒有站過台 我從來什麼時候和他站過台 從來都沒有站台 站台就不是站上台的意思 因為站台的意思 我想多小是因為 可能覺得你會支持他的政綱 現在其實我們剛才也有說 很多的傳媒說你是梁粉不梁粉 其實都不是一張半張報紙 剛才我們看建制派的朋友 親中的報紙 泛民 全部都是這樣說的 輿論界幾乎是… 現在吸了一個印 你就是梁粉 你想回頭 究竟是傳媒的誤解 還是可能當日你和特首的某些舉動 令大家有個誤會 還是怎樣呢 我想就是… 正在說過 一個就是可能在選舉的期間 選舉期間他來我們那裡 可能就比較突出一些 但實際上我只是說我兩邊都有 有另外一次就是 在花園街大火之後 我們希望邀請他們來 去了解居民生活的困苦 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 當時梁振英來了 但唐英年他多謝我 但他不來 所以就出了這個效果 好像是 你回到花園街之後 又請他來 實際上很多人不知道 在這裡就說我同時間也要請唐英年來 但當時我們落區公平一點說 不要當另一個候選人沒有到 何俊仁也在 何俊仁我們也同樣安排 但何俊仁因為時間上的安排不行 和何俊仁本身也是我們社協的董事局的其中的成員 所以當時他也不行 我想這個就是這樣 但說回來 其實我們很想當時 除了我們看過政綱支持之外 當時市民是沒有機會參與任何小圈子選舉 那怎樣可以運用得到當時我們的力量 運用得到那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突顯到這些問題呢 所以我們就安排他們落區 安排他們和居民對話 都是希望透過這些東西 就將那個社會問題聚焦了出來 那當日我們都明白的 但今天呢 其實現在不是 其實不是說 單單他們兩個選舉是這樣的 例如當年梁家傑參選 我們一樣請梁家傑來 陳方安生參選立法會的時候 那裡有兩陣的對決 我一樣請陳方安生來 我記得當時左派的報紙是批評我們 我們幫陳太暫台 當時是反過來說我和別人在暫台 她說這十幾分鐘就很想解釋給大家聽 她是一事同行的 但是這次整件事的緣起 就是因為社區組織協會 就不參與這個完蛋的遊行 也不靜止的 還有其他的原因 對 因為你省了錢 對 令到大家感覺到 何喜華甚至這個組織 是不是變了呢 這個如果大家都有些說話 想和何喜華說的話 都可以打來一百七二八百一 新聞回來之後 我們再和何喜華談談 是不是變了呢 直播室繼續有訴苦的何喜華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 都是關於特首其實很關注民生 也都是基層特首可以這樣說 這方面我們其實是不質疑的 我也都明白在特首競選的期間 作為一個關注基層的機構 對於一個提出相對來說 比較關心基層利益的候選人 都是很正常的 但現在的難度在哪裏呢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的政治化氣氛 難度就是 當一個特首他關顧基層之餘 他關顧民生之餘 如果他在政治上的道德出了問題 究竟二選其一 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那天我們有和施麗珊談過類似的問題 當時他對於特首的僭建 當時我問了他有沒有政治道德的問題 施麗珊是有一個答法的 不如我們先聽聽 你們蘇可覺得 梁珊有沒有政治道德的問題 說真的 他現在的僭建事件 還未解釋清楚 我都不可以一下說 他是不是有政治道德問題 我們街坊最關心的 就是究竟民生問題 扶貧問題是否解決 而我們也不會因為民生問題 而覆視民主問題 但這個僭建事件 我想問有多影響 社會的公眾利益 令市民有損害呢 剛才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僭建事件 有多影響社會的公眾利益 令市民有損害 如果他這個問題問你 何喜華你會怎樣回答他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定影響在那裡 因為如果特首不能獲得到市民的信任 在各國方面的施政方面 是會有很大的困難 起碼你在立法會的阻力 是會很大 所以這一點呢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都說 他在處理那個僭建那裡 我自己是不滿意 我覺得是不收貨 是覺得差的 其實更加好 我只是說的第一就是 我是希望在現有的制度 現有的法律上可以處理得到 我對公務員有一個信心 我希望歐月署能夠清晰地交代清楚 究竟他調查過的結果之後是會怎樣 其實我覺得更加理想的做法就是 當時梁先生應該不是他自己去交代 他自己我做過些什麼 做過些什麼 更加好的理想 如果他能夠所謂開城公佈的時候 他應該找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有一些獨立的人士 去進行那個調查的工作 其實現在還未遲 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有沒有向他提議過呢 其實我其實很少機會見到他 我不是太多機會見到他 現在也可以 現在就向他提議 成立獨立委員會查他自己 現在已經是公開可以說的了 我覺得如果他能夠有一個獨立委員會 去處理得到這件事情 如果他覺得自己真的完全沒有任何事情 他可能都是犯了錯 但是他犯錯的程度是怎樣 起碼對他自己來說 都會好些 這些人會相信一個委員會 我相信社會上應該有多獨立人士 可以處理得到這些事情 就不是說你自己經常出來說些什麼的事情 別人都說你自己有利益的問題 所以你如何儘快回復你自己個人的誠信 這不是單是你個人的問題 而是你如何繼續有效推動到施政 這一點是很關鍵的 另外有一個情況 如果聽剛才施麗先生的說法 又或者是另一些說法 有些人會擔心 蘇可會不會將民生凌駕民主 當日其實我們都有問過這方面的問題 當日嘉賓主持是陳致遠 他當時是這樣問的 我想很多人都明白SOHO的工作 即是他一直以來不只是說溫飽的問題 即是不只是說生活質素改善 解決基層困苦的問題 因為解決基層困苦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高一點的政治 整個政府的管治等等 是你們一向都關心的事 民主和民生一樣重要 我們都不覺得民生要靈駕民主 因為沒有民主也沒有民生 我這件事同意 民主和民生是同樣重要的 但是我想問 如果一個特首真的解決所有民生的問題 在民主方面的角度來看 他本人的道德 或者整個政治道德的問題 誠信的問題是否重要 重要 仍然重要 即使他是一個完全基層的特首 他解決了你心目中 所有覺得要解決的基層問題 誠信問題仍然重要 當然重要 因為你沒有誠信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完善去施政 其實我覺得今次 我反而去想 經過這幾個月的時間 更加令我相信普選的重要 實際上當日 即使他的民望是多麼高 他只是相對地高 他只是相對地高 但是他未能夠獲得真正市民的授權 變成你在施政上高 往往出現了很多問題 所以未有民主哪民生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不是只看一個人 很可悲就是 選舉現在我覺得最大問題 很重要的要處理 就是我們的特首選舉 現在根據基本法 你是選一個人 但你實際上 你看他出來之後 當日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他的團隊究竟是怎樣 他高層任命的官員是怎樣 是甚麼 大家完全掌握不了 實際上大家看得到 現在他的團隊是很弱的 有些人士 大家都看到 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做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例如 但你基本法 說真的 好像吳克健一樣 我也認識他 但他根本 我印象中 他不是做教育那一番的事情 是人力之源 是人力之源 他做了教育政策 相反張炳良很熟悉教育 但又不讓他做房屋 做房屋 所以這些錯配 真的是一個問題 他們的官員 現在在外面 好像兼職一樣抽調 回來 過去幾屆 幾屆的政府 自然開始問責 都出現了這個問題 而他們沒有經過政治的歷練 沒有經過政治的洗禮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下一步我們走的時候 一定要 民主選舉 我們用什麼政治制度 一定要處理這些事情 我們才可以 去真是有一個 堅實一點的政府 去進行這個 去推動這些工作 我希望 我希望今次的事件 更加正面一點 我希望真的 市民大眾都可以看到 我希望北京政府也看到 我們制度的缺陷在哪裡 關於選舉 你也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解釋 或者澄清 有個說法 你在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支持過蔣麗雲和田北辰 你的名字 出現在他們的宣傳單張 是否代表你認同民建聯和新民黨 或者你覺得他們的政治立場 多可取 其實他們兩個黨 我也不支持 因為新民黨 特別二樓淑儀 當年提了有167萬人 要推翻釋法 到現在我仍然耿耿於懷 導致我們的法院 司法官法權是沒有了 不過這兩個人 第一 蔣小姐 我也說過 我認識她二十幾年 當年我處理一宗很困難的個案的時候 我當時不認識她 是她主動來找我 她提了就說 她對一個沒有身份 無依無靠的一個女人 和一個小孩 她願意伸出援手 她在經濟上很大力支持 後來也通過她的影響力 幫到這個人留在那裡 我自己心存感激 知道今天我仍然很感激 所以她參選的時候 我都說很鼓勵很支持 你覺得她現在做成怎樣 她聲音就大了 有多準呢 大家各自評價 你覺得她現在做了幾個月的立法會議員 你覺得她怎樣 我較為少留意她那個 較為少留意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至於田先生近年 我們都有很多次的 她很肯下去 她很多時候也跟我談了很多事情 她對於商界死板的立場 那些只是眼中有錢的那種事情 她提出很多很反感的 我覺得如果我 我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香港要進行普選的話 如果能夠多些這一類商界的人士 或者她們有這樣的背景人士 亦都願意參與那個選舉 我是很贊成的 這個是一個更加健康更加大的發展 不過你說我投不投票給她 是另一件事 這個不需要公開 因為我們都尊重大家投票的自由 但如果現在回想起來 有人會有這樣的看法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總之都是不要沾染政治方面的一些平台 或者拉票 無論是特首還是立法會議員候選人 其實我當時在那件事件裡 都嚴厲批評過我 我也承認我當時比較感情 去看這兩位參選的人 沒有考慮到政治觸覺在這裏是比較遲鈍的 因為我聽到差不多一小時跟你聊天 你都如果有選擇 你都不理會她背景又或者她政治立場是怎樣 如果你願意去她 你願意去關注民生 你都挺喜歡她的 說真的 我真的在過去幾年 都不是幾年 但那幾年真的很辛苦 曾蔭英權完全 他的團隊 鄭宇華我邀請過他到區 五年來沒有一次到區 導致住屋那些 如果你住在那些板間房 你落到那些龍屋 你嗅到那些臭味 你每一天 下天天熱的時候 四十多度 那些床的木室幾十隻在這裏 即是低下階層這樣受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這一個是令我 真是有一個很大的願望 真是希望怎樣有一天可以打破得到 我希望社會真是可以去關注這一批的人士 這個是我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不等於我們其他的事件 我們擠低 譬如現在的政府做法 譬如說他要求釋法那件事 是我很大反感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中 我們和律師研究中 如何入稟中心法院 反對他要求中院向人大情政釋法 這一點我們正在研究中 但可以這樣做呢 所以在這些立場上 我們不會退讓 當然我要看我們律師 因為中心法院會開庭 一定會聽到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就會預備 以一個利益的團體 加入訴訟那裡 我希望可以做得到陳述 去反對他 澄清釋釋法 當然這個做法 也會引起另一邊的香港人的反感 可能支持很多反對的雙非等等 當然我不是贊成雙非 而是如果你在憲法上高 如果我們隨便可以任意 任意地 因為一些客觀的小環境 而任意地釋法 將這些權利剝奪 我們今天可以剝奪到別人的權利 他日也有別人剝奪我們的權利 我希望大家要珍惜這一點 事實上當年在中心法院那個 我們居港權的案件當中 當時九成人 九成的香港人是支持 是支持人大釋法的 那結果呢 將李國能的判詞全面推翻 大家事後也都看得到 政府只會玩弄這些手段 即是說一百六十七萬等等 但是很重要 我們的憲法 我們中心法院的司法管理權 就失去了 即是在釋法方面 你就不支持政府了 到時就可以洗了名字了 應該不是良分的 我想不是說 當然外面怎麼說一件事 我不是說要洗脫 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的立場 我們很清晰 我們在人權法治 民生等等各個方面都很清晰 還有我們獨立於政府 我們在監察他做些什麼 當然如果他願意做 做得好 有個契機 解決到那些問題 我們當然贊成 我們當然會支持 但同時間如果他真的去到一些底線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一些做了一些 違反了一些基本原則的事情 我們一樣堅持這樣反對 即是釋法 基本法23條呢 這個一定釋法 基本法23條是無法談的 基本上我覺得現有 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這些不需要再多講 我們怎麼可以把我們很重要的社會發展的基礎 那個制度來破壞 來堪斷它 這個絕對不可以接受 特首再發現有誠信或其他的道德問題 如果假設 我覺得最好就是跟一定的程序去做 例如說如果我們立法會員 可能會提出進行一些不信任的動議 彈劾等等 即你都支持 等等各個方面的做法 應該這樣做 何希華說了這麼多 都跟大家說 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沒錯 各個市民覺得如何 我們聽聽聽眾的意見 好嗎 打來187288 我們準備開封 鬼先生你有什麼意見 李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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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聰和黃建華你好 niego喵 少說ини 我有要問2個問題 肉局 首先我未問之前 非常贊同何喜華 文身方面 應該和梁振 Bringing 密切合作 另外呢 好像不是密切合作 我都要監督他落實的政綱 實際上他的政綱有些地方仍然要改善 是的 沒錯 但你實際上有些問題 好過前朝連民生都不做 我現在入話題 第一 除了民生方面真的要做之外 請問何喜華有沒有向梁振英叫他推動民主 極推動民主 如果沒有的 未來會不會呢 好 多謝李先生 我們邀請他落區的時候 我們的街坊已經很清晰提了我們要求普選 要求什麼 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亦都向他提過 那民生有沒有答應你普選 普選他不是說現在已經有個線路 有個標準答案 但實際應該怎麼做呢 我只是講過很多體制上仍有很多問題 政黨參與入門的門檻是怎樣 這些他不會在這個時間裏跟我們說 這件事我可以 不過給你一個標準答案 我們先聽到位置 黎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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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贊成你這次不去 因為這次是賭樓 你意思是遊行 是的 遊行 我都很贊成 而且你們都很尊重人 你們都開過戶先決定去不去 所以我很贊成你不去這次遊行 你支持他 其實我們一月是有個遊行 我們一早已經計劃了 每逢政府施政報告開展的時候 不過今年剛好是由10月後到1月 所以我們跟居民談的時候 我們已經預算是1月6日 我們今個星期日就會有個遊行 但是我們街坊會談的時候 民陣決定1月1日 都是較為遲些的時間 我們的職員跟街坊談的時候 他們覺得仍然都堅持自己1月6日的遊行 是比較清晰些 容易將我們的議題突出出來 實際上我們不是一個政治的組織 我不是動員由上而下 我們也是一個社福的機構 我們要培訓他們的居民自己去討論 實際上我們不是說 借居民一個擋箭牌去講 實際上我們去策劃這些行動的時候 都是跟居民一起去組織去談 我們早幾兩個月之前 已經要談定我們接下來的工作做 怎樣去做 而負責做這個工作 我還是我的職員蔡耀昌 蔡耀昌是民主黨的副主席 所以希望大家對我們一定有信心 即是你將這次當成一個民生議題的遊行 就不是政治議題的遊行 我們一樣有說 政治議題我們一樣會提出來 都要進行普選等等 但施政政綱很重要 就是今年的政綱 有什麼政策可以幫助居民 這是我們很大的擔心 很大的關注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首先要感謝可喜華 感謝你生病 也跟我們聊了這麼久 不過我也想說 蘇口其實我關心了很久 而我們都一直知道 你這麼多年來 除了民生的溫飽 其實有一些大事大非的關心 你們都很著重 我希望你們繼續可以在這方面 多一點的堅持 今天多謝你可喜華 多謝我感激大家 我知道大家都是愛之心責之切 謝謝大家